剛才是曼妮高在底線跳投 所以雙方一開始二比二平手 艾爾斯三分線外弓箭手出現了 艾爾斯他在處理球上面還可以再更快一點點 像艾爾斯他這個外線真的是 不能讓他有太大的空檔 因為他離開台灣的那段時間其實有蠻多的謠言 甚至有人說Moulins不會回來了 好 這個球彈近 艾爾斯他開局拿下 一手灌籃給我看一下 本來可以拉一波8比0的 在自己過去大學教練的面前 靠著這樣的配合他們在兩分球的命中率是壓過了對手 目前十頭八中這是國王隊的兩分球命中率 非常刁鑽的擦板角度差距已經來到11分了 蘇士軒個人拿下了8分 包掉進去 這個M1上發球界是Washford 我想這個領航員這一次的進攻 由高位然後傳到低位這個策略 我想這個應該不是設定好的 但是既然這個是好用的 我覺得他們可以 17分的領航員 這空中的犯規 mending out 不能 always lock out 要想辦法lock in 對 換一台做做看 是 換一台 對 因為平常是迷航機 那這次看能不能做個戰鬥機 大部分的球權都集中在Washford的手上 這幾場比賽他也都替不出發 今天目前四投零中三分線外 Jeff Ayers 如果教練也發現你有這樣裝潢的話 可能你待在場上時間就會受限 好 艾爾斯來個long two 艾爾斯在福利 那這群已經觀察到了 所以 你剛剛說對落後的一方有優勢 這個優勢 欸 看向出現擴大球 艾爾斯也拿下了分數 現在萊恩教練必須要喊出暫停 頭語的抗議 結果被吹得技術反對 腳放地板球有點危險 海燕 還是被防守給毀掉 但比賽還少 第三節的獨秒階段 塞到進區 Washford再穩腳步這兩根輕功放進 你看他外線的投射 籃板球小白撥一下再拿到 好再給到盧俊翔身體對抗之後的出手沒進 ulations 暫停 以外的大堂 在盧俊 joking 替一樣 用認識 遊說 既然找碧 眼鏡